这个就是台北故宫著名的茅宫顶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道光23年出土于陕西齐山 通高53.8厘米 口径47.9厘米 内壁著有名文32行 近500字 是现存商周两代有名文的青铜器中 名文最长的一教 根据内容推测 茅宫顶映著于周宣王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827年 其名文可凌驾于上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 是研究西周史的最珍贵的文献 也因此茅宫顶是青铜器中最有价值和最珍贵的 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名文中有阳文网格线 是西周中晚期致名的习惯 因此除了史料价值外 茅宫顶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与翡翠白菜肉行时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 这个就是台北故宫著名的茅宫顶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 道光23年出土于陕西齐山 通高53.8厘米 口径47.9厘米 内壁著有名文32行 近500字 是现存商周两代有名文的青铜器中 名文最长的一教 根据内容推测 茅宫顶映诸于周宣王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827年 其名文可凌驾于上书的一篇 西周真实史料 是研究西周史的最珍贵的文献 也因此茅宫顶是青铜器中最有价值和最珍贵的 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都有重要的价值 名文中有阳文网格线 是西周中晚期致名的习惯 因此除了史料价值外 茅宫顶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 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与翡翠白菜肉行时 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